如果未來的國會是國民黨過半或是藍白河過半 目前民進黨在地方政府只擁有五個縣市長 國親兩黨跟五黨籍擁有17席的縣市首長 如果國會再由國民黨掌握或是藍白掌握 這個在台灣的政治權利上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失衡 我充分掌握這三場難得的機會 向國人報告我的國家願景藍圖 提出九項重大的政見 另外我也利用這個機會跟國人報告 我要帶領的國家方向 是在民主的道路上持續壯大台灣走入世界迎向未來 不是走回頭路 我也希望國人對台灣要有信心 過去幾十年來我們從專制獨裁走向今天民主自由開放的年代 固然我們目前深受各種挑戰 但是只要我們團結一致 我們一定可以在波濤洶湧的變局當中 穩健的前進 特別是國際社會已經看到台灣 肯定台灣 也上架台灣 大家都認為台灣已經是國際社會一股良善正面的力量 國際肯定我們 我們也應該要對自己有信心 我們應該要穩健的往前走 那我也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 再次向國人報告 我這次所推薦或提名的區域跟不分區的立委 都是秉持民主大聯盟的精神 跨黨派 跨時代 跨領域 邀請優秀的好人才共同承擔下一個階段的責任 其實我也非常希望國人能夠關注到 如果未來的國會是國民黨過半或是藍白河過半 目前民進黨在地方政府只擁有五個縣市長 國親兩黨跟五黨籍擁有17席的縣市首長 如果國會再由國民黨掌握或是藍白掌握 這個在台灣的政治權力上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失衡 未來國家即便是我當選總統 未來要推動國政都會遭遇到相當大的困難 所以僅僅國人能夠在總統副總統支持賴清德蕭美琴之外 在立委不管是區域或是部分區 都能夠支持民進黨所推薦民主大聯盟優秀的人選 我們一起承擔台灣下一個階段的責任 我們一起來 拜託大家也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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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進來